伏市超过两个礼拜 在中大布匹市场一带 再次见到人车争路的场面 不过我们在里面的招工地段 走过一圈 发现招聘的人到处都是 但认证的就只有小猫三四只 有制衣工厂需要请30名员工 但招聘人员说 在街上足足坐了两天 都请不到一个人 国王这里有大约15万 外来人口聚集 当中超过三分一人来自湖北 随着疫情受到控制 当局从一开始厌防湖北人 到现在鼓励他们回来复工复产 有湖北人说 即使同乡想回来 小不免担心作为湖北人 身份会被歧视 好像是说湖北的话 好像都不怎么应该要湖北的 他觉得湖北就是翻译地 这也不是湖北人的说对不对 毕竟我是湖北人对不对 就像你去国外一样 别人瞧不起中国人对不对 那你也会感到很分开对不对 来自湖北荆州的他说 老家由年初三开始封村 气氛好压抑 直到过几星期之前 可以回来广州 他就选择和家人一起来 希望有个新开始 也寄望湖北人都能够重新开始 走自己路让别人去说 反正我自己是健康的对不对 我要是生命我就不会出来 对不对 我又不信你变态 在中大报复市场这里 想进去的话 用手机数一数数码码 和交代过去14天去过哪里 没问题的话就可以进去 除了武汉以外的 所有来自湖北的人士都可以进去 有线电视记者曾凯琪广州报道